今天來介紹 這應該很多人知道 斜口筆 馬可威的斜口筆 然後最近想要做一個 事情就是 去可能每一個禮拜 我先調個音樂 可能每個禮拜去 去分享一些我覺得特別的話劇 因為我覺得現在台灣人好幸福 就是有非常多的 我們小時候都沒有的話劇 然後畫畫的技法就不是重點了 可能畫的不是很好 但是就多包含 粉紅牡丹 可是我很愚蠢 因為我把這個斜口筆的 最小隻的那一隻 我不知道丟到哪裡去 對 然後 所以我最小的那一隻 可能沒辦法 OK 好 今天重點在筆 就讓你們看一眼這個筆 就是 這種 斜的和斜的 好像一開始是一個泰國畫家 後來台灣的 舊馬可威也有出 對 所以你筆的兩邊可以沾不一樣的 它這樣就會有不同的粗細 還真的蠻妙的這種筆 還真的蠻妙的這種筆 然後我下面沾黃色 上面沾一點點桃紅 如果我上我現場課程的時候應該知道我平常用很多種工具 可是斜口筆算比較少用 因為我已經 太小就 習慣用那種軟的筆畫 我比較喜歡軟的筆 但是我覺得這種筆一直很 好奇 我覺得 有時間我要來研究一下這種筆 對 因為它太特別了 不用做什麼漸層筆觸 它自己會有漸層還蠻好玩的 不過細節可能還是會用 我一般用的筆在修 最近遇到太多特別的畫材了 它其實你把它有一邊靠近 就是有一邊靠近 它也可以用尖的筆 就是當成尖的筆用 這一點評價還不錯 我覺得啦 我還蠻喜歡它的這一點 就是你可以當原筆也可以當 當平筆 有點像以前的斜的麥克筆 不過麥克筆畫得很爛 我大概只會比較畫 口比口的比較 源頭的麥克筆 然後今天一個很特殊的機遇 今天車 去買美術用品的時候 車壞掉了 車就在那個 美術商門口壞掉 超丟臉的 對啊 好在這個 美術商人很好 還幫我 叫那個師傅 真是的 有時候會不習慣 就是不小心 兩邊都沾一樣顏色 哎呀哎呀哎呀 突然了 其實還好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 當然你如果畫技好 你不見得你要用什麼畫劇 才能畫出好作品 可是我覺得好的畫劇 真的有時候你會很方便 我覺得畫劇也可以引起人的興趣 像我小時候 我一直在找那種 軟的評比就是找不到 所以後來風格就一直變 就變得 對啊 就變得很 不是我要的 然後後來 終於找到軟的評比 我以後有機會會介紹軟的評比 馬毛的評比 那個我的學生應該都很了 因為我那個畫很久 就是我一筆要去沾兩個顏色 啊其實我後號本來沒有這個習慣 但是 就嘗試啦 人生就是要改變習慣 你們會看到我筆一直轉 因為我 就是這個方向好像不是我要的 那個方向好像不是我要的 台灣好像有一些老師 用這個斜口筆畫的還蠻順的 畫葉子這種就很方便 畫最立的東西超級方便 我就一筆綠一筆紅 好 它乾擦的效果還不錯耶 可能因為這個只是它去世了 新畫筆開心示範 你說開心是 還好啦 沒有很開心 沒有這筆我也拿很久了 就是我 朋友送的我也拿到很久了 對 然後我有一支是自己買的 可是我自己買的那支不見了 小支的不見了 難過 我發覺最近去美術用品色都會花很多錢 好可怕 美術用品色 我不知道學畫畫的人 其實都不會想去買衣服買化妝品 他會直接去買畫具 我希望有一天下定決心買到那個 日本不是有一個品牌的色鉛筆 它是500色 然後每個月寄給你25支 我就每個月用那25支畫來開箱 我覺得那不錯喔 那好玩 它做漸層真的太容易了 你上一層畫不好 你就再把它用一個斜的筆觸把它補起來就好 一邊上 像我就會 一邊上粉紅色阿 然後 粉紅色嘛 然後 把它的一個角角沾 比如說鮮豔的紅色 畫下去就會不一樣 就是這樣就很方便 所以如果你要做漸層 我覺得這個是好筆 對 它的專長就是做漸層 已經乾了 對 這個筆我覺得 它的含水量少 可是它肚子含水量比較多 它的筆尖含水量少 所以你比較容易做出銳利的筆觸 這點倒是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